日前南投市的民宅大火 鉴定报告将于近日内出炉 而民宅三楼受损严重 目前仍处于断水断电状态 期盼有心力的民众可以帮忙清理 这几天火灾报告就会出来了 那他们现在的状况还是蛮糟糕的 就是还是缺电 所以基本上也是没办法搬进来 那因为三楼还没有整理 现在还是会有积水的情形 所以希望说他们以最快的速度 可以恢复到他们以前生活的水平 希望说民众有空的话 下午三点大家一起来这边做义工 一起来帮他们恢复他们的家园 议员陈汉立不只多次前往关心 更亲自前往帮忙清理 令受灾户民众十分感激 令受灾户都非常感谢陈议员 尤其他在当天我们事情发生之后 他就来关心事后又派了好多十个志工 来帮我们整个清扫里面的泡水的部分 我们真的是由衷的感谢 在这次受灾户当中 我仅代表受灾户特别致意感谢 议员感谢前来帮忙的民众与志工 议员也表示目前仍需志工帮忙清理 也希望在未来几天民众与志工能够持续加入清理 行列帮助他们重返家园 感谢今天来这边帮忙的年轻人 那这边呢三楼还需要很多人来帮忙整理 那接下来的两三天下午三点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帮忙 那如果有空的民众呢 请下午的三点 来到我们新河巷这边的火灾的石户呢 来这边帮他们整理三楼 那我们当然是我们南投人一定要帮忙自己 希望说民众下午三点 可以来这边帮忙整理他们的家园 目前受灾民宅 人处于缺水停电状态 屋内堆满抢救回来的生活用品 天候不稳 雨水更是从烧毁的顶楼往楼下流窜 受灾民众只能前往亲友家或旅馆住宿 期盼热心民众能够前往帮忙整理 让他们能够重回以前生活 民意新闻林嘉惠南投采访报导 课 回往 微信